大家早上好 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一段可以是一到七节是一段 八到十三节是一段 十四到十六节是一段 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监督 第二个段落讲到执事 第三个段落就讲到神的家的奥秘 这三段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 如果他所建立的教会 或者不只是教会这么简单 是一个群体里面一定有领袖 那这个领袖又是怎样的人呢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提摩太 你要拣选领袖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他需要具备 你才可以让他来做领袖 当然我们扯开话题讲 由这里可以看见 这些的领袖是怎样出来的呢 这些领袖是谁负责选呢 其实保罗就将这个权品给了提摩太 所以他才在一封信里面写 告诉提摩太 如果你要选择领袖 你要选这样这样这样的人 当然这封信因为是一个公开的信 所以这个公开信一出去的时候 其实也是整个教会都会有一个共识 我们检选出来的领袖 要具备这些特质 就好像我们刚刚同工所分享的 这些特质里面 不是以财干 或者是金钱财力 来定优先 所有的这些特质里面 全部都是生命 所以原来我们要选的是一个有生命的领袖 这就是重点 我们今天就详细来看 究竟有什么样的生命特质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分享 如果应用到今天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时候 这个应该怎么去应用呢 什么样的人是领袖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 一到七节 人若想得监督的子分 就是羡慕善公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之之少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应久之事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增进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告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法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首先 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最难解的就是第一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子分 就是羡慕圣公 这话是可信的 这一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话是可信的 就是说 这句话是真实的 这句话 是可信的 那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就是 人 如果想要监督的子分 就是要羡慕圣公 是不是所有的监督的子分 就是羡慕圣公呢 那这个位置就有点奇怪 奇怪的就是 这里所讲到 凡想要监督的子 职位的人 就是羡慕圣公的人 那我们自然就问 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是不是 在教会里面 想做领袖的人 这个是想 因为他说 人若想 想做领袖的 是不是个个都这么清新呢 想做领袖的 他就是羡慕圣公的人 会不会有些是 喜欢权利呢 就好像有时候 很多服饰的时候 有些 岗位是特别多人想做的 比如说敬拜主领啊 所有巨光灯就在他身上 是不是他就一定是羡慕圣公的呢 当然有 一定是有 是不是每一个 想做这个的人 他心中都是这么 纯正的羡慕圣公呢 很多时候 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其实 没有仔细的去想 第一节的这一段 我们就将注意力 集中在后面的 生命特质 那第一句的话 怎么来解释呢 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么美好吗 就是 人是有罪性的 是不是每一个 想做监督的人 都是羡慕圣公呢 那保罗就在这里强调 这句话 是可信的 那又怎么解释呢 真的要信这句话 是不是来者不拒呢 只要他想 我们就给他做了 他只要想 他只要羡慕圣公呢 所以为什么 我说这一节的圣经 有一个难解释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 如果我们将第一节这一句 和下面拼在一起来看的话 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写呢 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是可信的呢 原因就是 要有下面这些特质 当你有了下面这些特质的时候 这一个人 还有就是第一句这句话 是在下面这一堆的生命特质之前 有一个前色先要达到 就是 保罗等于和提摩太说 你要确定 这一个人 是羡慕圣公的 在他的身上 是可信的 你才可以找他做监督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想要 做这个监督的 你一定要确保 他是因为羡慕圣公 这件事才成立 这句话 必定要在这个人的身上 是可信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句话 在这个人身上 是可信的 他真的是羡慕圣公 又想做监督的话 那他 才具备入门的门栏 原来这个羡慕圣公 是入门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这一点 就算他后面有这一堆的特质 都没有他的份 也可以说 后面这些 我们已经觉得很难了 很重要了 但是那些 都比不上第一句 第一句如果不成立的话 就算他有后面 全部的特质 他都不可以 也不应该 找他去做监督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就是说 原来这个羡慕圣公 是第一 且是最重要的条件 有了这个 你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这个羡慕圣公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羡慕的意思 就是可慕 所以羡慕圣公 他真的是对 圣公 这个圣公所指的 就是服侍教会 服侍神 服侍教会 就等于服侍神 所以当他有一个 这样的可慕的心 在教会来服侍的时候 他才可以 有一个入门的资格 这个可慕服侍 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这也是 我们选择同工的第一 或者是选择 侍奉人员的第一 要考虑的 就是他是不是 有一个可慕服侍的心智 如果他没有心服侍的话 那就没有意思 如果他没有心服侍 难道我要去求他 还是要重金礼聘 整件事情就不是那回事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 心里面对服侍 要有一个可慕 你看到他对服侍 是有可慕的 你才选择他 为什么呢 如果他可慕 这一份可慕的心强的话 他在那个纲位上 是不会满足的 他的服侍也不会长久的 这其实也是很值得 我们去问自己 我们对服侍的可慕 还在不在这里 因为有时候 可能我们坐着坐着久了 这个可慕服侍的心会淡了 这个心一淡的时候 东西就会变质 其实这个可慕服侍的心 是要一直持守下去的 我们611刚出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很有趣 因为那时候人很少 童工除了牧师师母 贴心牧师以外 还有三秒四个童工 那时候我们的场地 都要排凳子啊 要做清洁啊等等 就是那时候 你会看见 哪一些是可慕服侍 哪一些不是可慕服侍的 很容易看得到 因为你一来到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 我还在职场 我也会早点到教会 然后帮忙排凳子啊 扫地啊 然后我排这边 贴心牧师排那边 然后教会的厕所 谁洗呢 就是也都是我们啊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大家一起做 但是很喜乐 那时候很有动力去做 但是也有一些人 和我们一起去做 但是问题就是 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少一个 坐着坐着又少一个 因为教会会慢慢成长 其实问题就是 你的可慕的心 可不可以维持呢 会不会有一天 你会发现 不知不觉 里面都变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常常都要问自己 究竟我是为什么呢 究竟我是不是真的 能够很持守 单纯的爱神 我就是为了神 做什么没关系 多少报酬不重要 甚至这些的监督 有很多可能 根本是没有报酬的 只有付出 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 可慕服饰的心的话 你能够维持下去吗 这就是那个问题 如果你是有 其他的意图 或者想法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这个服饰 不是一个真的服饰 这个服饰也不能够长久 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重要 在母堂的时候 都是一样 或者这么说 我的信仰之路 都是这样 有起 有福 有高有低 读书的时候 很热心想服饰 但一进入花花世界的时候 就将这些东西 全部丢下了 大家都知道 我生命的故事 我经历背叛死刑 神将我救回来 这个经历 让我整个人的 价值观 是彻底的改变 从那时候开始 我觉得 我只很想报答神 他给我恩典 他让我 可以 人生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看的东西 就很不一样了 真的很可慕 很想服侍神 很想报答神 所以我记得 刚来六一一的时候 张牧师都问我 你想做什么 我都很简单的 告诉牧师 我没有想过 我能做什么 我只想服侍神 我说牧师 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 其实来六一一的时候 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 纯粹就是想服侍神 想报答神 就这么简单 我根本就没想过 要在教会里面 做些什么 甚至 刚开始来六一一的时候 我连是不是要做同工 我都没想过 那时候我人还在职场 总之有什么就做什么 总之可以报答神 就可以了 洗厕所也好 排凳子也好 什么都可以 那时候很开心 我都记得每一次来教会 特别是基层师100 报答会议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职场 一来放下 脱下西装 我就去排凳子 然后做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看见 旁边有个叔叔 跟我一起排凳 那个人叫做景华叔叔 我们两个人 就是把西装脱下来 然后就在那里排凳子 你看到那一个满足感 我们可以把凳子排漂亮一点 让人可以进来听不得会 心里面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心就是我们应该有的 服侍的心 当然一直这样成长下去 牧师就邀请我进来做全职同工 后来去到某一些位置的时候 其实这个画面都常常出现 牧师常常问我说 你想做什么 你做部长好不好 我的答案都是一样 其实对我来讲 不不不长 甚至他问我 那时候按目他有 牧师问我 我按理你做牧师好不好 我都跟牧师说 其实按理不按理 都不是最重点 我真的只是想服侍神 所以做哪个位置 没所谓 做不做部长 没关系 这些都不是我所看的 我都跟牧师说 牧师 我要真做哪一个位置 我要不要有房间 或者说要不要有海景 这些的状态 我已经经历过了 这些是职场的时候 我每一天 就是去争取的东西 那是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很想服侍神 就是这么多 钱多少 从来都没有问过 坐哪个位置 也从来没问过 做什么职位 从来都没有问过 你觉得什么事情好 你来安排我就做 就这么简单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和贴心一起 我们是一个部门 我是他的副部长 贴心是部长 去到一个位置 牧师问我 你想不想自己 另外带一个部门 我说不用的牧师 其实我服侍的很开心 在哪个位置都没关系 不用专门搞一个部门给我 这也没意思 我想这个就是保罗 在这里所讲的 如果我们要选一个的监督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要羡慕上公 他一定是要因为爱神 因为很想报答神 很想服侍神 这才是他的动机 这个动机一定要正确 这个动机要有这样的动机 才可以给他做领袖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同工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见 他对上公那一份的渴慕 为什么我们会请Pauline进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他里面 对服侍神的心 当时我们没有决定要聘请他 但他都很尽心尽力来帮助我们 当然不是为钱 因为当时 根本就不可能有钱的关系在里面 但是他是完全不计较 他来服侍我们 所以我跟罗拉塔师母都同时的 看着他对服侍神的那一份的渴慕 那一份的心 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心 是很感动我们的 很感动我们 我们也知道神的眼中 看见他有这样的心的话 其实神心里面是很满足 所以我跟罗拉塔就说 同工我们不可以放过他 我们一定要留住他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我不放他走 因为这是最懒得的 才干 其实不是最重要 因为总有更厉害的 还有就是 才干和恩赐是神给的 神给你就有了 所以才干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忠心 口目服侍神 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以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是很看重的 这也让我和罗拉塔师母 我很感动 所以我们根本就 我们的商量不需要一分钟 当日师母就说 你觉得Pauline怎么样 我就说等等先 我们的对话过程就是这样 他只是问一样 你觉得Pauline怎么样 我说我很想请他 跟男后师母说 我也神 这不用讲了 然后我们的讨论 不需要两秒钟就决定了 我们没有去考虑 我们都没有回去看看 我们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了 我们有没有预算了 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 当我们一般人都这样的单纯去爱主 可慕服侍神的时候 神一定在我们当中 我们需要的一切 神必定供应 必定报上 所以我们就这样 就去做了这个决定 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 在欣赏 我看见我们每一个同工都是这样 拼命的去服侍神 我看见我们每一个同工 都是很单纯的去爱神 可慕 善功 甘心乐意的摆上 不是为其他 不是为钱 不是为民 甚至不是为人的掌声 这个初心其实很重要 这也是拣选监督最重要的一个 现在问题来了 对于今天新瑞六一来讲 监督是什么人呢 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指示 那什么叫监督呢 在我的心里面 我心里面认为 我们教会的监督 就是我们的组长 这些组长就是我们的监督 是我们教会的领袖 所以我们无论什么事情 做什么决定 都一定会跟我们的组长来分享 大家同心一起向前走 因为我们所有的组长 就是我们的领袖 当然这些的组长 都是一样 我们是羡慕 可慕来服侍神 事实上 如果你不是可慕服侍神 你很难做到组长 所以组长是有 这样的心 我们特别有很多组长 都是在职场上班的 但是他们的服侍 他们对教会的承担 是不会低过 我们受薪的全职同工的 其实简单来讲 他们好像打两份工作 有一份职场的工作 有一份就是教会的工作 甚至我们很多组长 是更加的看重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 这就是心里面的渴慕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心的话 他才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 才可以成为我们的组长 带领整个教会 同心的向前走 有了这个羡慕 上公的心之后 这句话就 一定在他身上是可信的 然后有接下来的条件 必须是无可指责 这个无可指责厉害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给人来指责 是一个360度都能看到的 当然我们听到这些话都会问 我是不是真的360度都能够看得到 这个无可指责所代表的 不是他 究竟我们有没有弱点 有没有死位这样 人始终会有 但是这个无可指责 我想更加指的是 他的心 做事情上面 你说会不会有 拉漏 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会不会 会不会丢三纳四的 那我们的同工 我们一起出现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肯定有些地方 会有人丢三纳四的 但是 那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 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 就拿出来 哇也没搞错啊 然后大家一起就说 就去补那个洞 然后将事情 搞好 我们但我们不会彼此指责 不会说 哎呀里面有搞错 就都是你了 就是世界很容易将这些切割出来 哇 这件事情是金奴负责的 做什么事情 我就抓住你不放过 然后拿出来鞭打啦 骂也好啊 怎样都好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这样 如果有些地方我们出现了问题 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承担 我们不会互相指责 所以这个无可指责的就是生命的特质 就是我们不去指责别人 人家也不来指责我们 就是彼此之间是无可指责 当然这也反映出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好斗的人 就是通常指责人的人 他是一个好斗的人 就是不要有这样的心 在这个监督的团队里面 没有这个互相指责的问题 大家都是千千和和 维持可慕善功的心 不可指责 就是心里面是纯正的 指责一个妇人的丈夫 就是没有第三者啦 专一啦 有节制啦 就是可以控制自己啦 不是没有节制啦 因为没有节制都是很恐怖 如果那个教会的领袖 他喝酒没有节制 那就惨啦 就是常常都醉醺醺的 你怎么能期待他 做正经的事 还要自首啦 端正啦 这个自首 英文翻译成为 就是好脾气 就是不会乱发脾气 要很好脾气的 要端正 这个人不会是歪歪流流的 乐意接待远人 这个乐意愿意接待远人 就是指他大方有爱心 因为以前在行乐教会的连带 那些远行的人 未必有条件去住旅店 旅店很贵 而且旅店不多 而且还有就是 很多这些的旅店 他的属灵的环境气氛 是很恶劣的 就是属神的人很难 去住进去 一方面是有偶像 还有色情啊 什么里面都有 就是龙蛇混杂的 所以教会都会接待这些远人 这些远人 多数都是信主的 所以这些的监督 是愿意开放自己的家 所以这就是一个乐善好施 愿意施舍大方 还有爱心的举动 都包含在这个 接待远人的事情上面 还要善于教导 善于教导的一师 不单只是口才这么简单 就是什么叫善于教导呢 就是它里面是有东西的 否则的话你教导不了 那怎样可以里面有东西 就是说它和神的关系很密切 它对真理是有看见的 它是有领受的 这里所讲的 这个善于教导不只是口才 口才反而不重要 就是你里面有没有 泪涵才重要 所以问题就是 你里面有泪涵 你才能够去教导 所以这个善于教导 他里面对神的认识 经历是丰富的 还有就是不饮酒之事啦 不会因为喝醉酒就乱来啦 或者是不打人啦 这个不打人也很好笑 因为每次我饭母堂 不打人 灵妞莫师就会 然后我就说不打人啦 当然这是 我和灵妞莫师的关系很好 所以她看到我就忍不住 要打我一下 每次我都用这种回复她 只要温和 不正经 不贪财 这也是很重要 钱 其实是生活里面 一个必须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 这个字是贪 什么是贪呢 就是永远觉得不够 不知足 其实够与不够 真的看我们的心 这个不贪财也很重要 其实不贪财 和羡慕圣公 刚刚站在一个对立的地方 我们刚开始来服侍 可能是因为很简单 很单纯的心来服侍神 但是慢慢慢慢 如果我们的贪财 没有被对付的话 可能会变质 我这里都提醒我们的同工 我们要持守 羡慕圣公的心在里面 不要让这个心 被贪财取代 张牧师设立教会的时候 同目的薪酬 是比较偏低一点的 对比很多其他的教会 或者是对比职场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牧师 是不是因为教会 真的财务上很紧缺 给不起了 那绝对不是 那我也问过牧师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 你定的啊 难听的说 你提高一点不就可以了 但是牧师说 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 我不想同工一进来 是因为钱 我是希望同工 真的是羡慕上功 真的服侍神 所以人工第一点 他都愿意去做的话 这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同工 可慕服侍神了 就有保证 所以很多时候进来的同工 最开始就是带着这样的心 知道人工第一点 可以服侍神都没有关系 神有恩典 神有信心 但是问题就是 服侍久了的时候 这个初心 是不是可以持守下去了 这是一个挑战 特别是当你服侍久了 甚至可能接触到 其他教会的时候 就会觉得 啊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 为什么别人的工资 高我这么多 这会不会让我们 愤愤不平呢 甚至到最后会辨知到 教会亏服我呀 教会就是压榨我呀 教会就是恶待我呀 没有给足啊 这些的怨言一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违反了我们的初心 那我也要提醒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每个人 进来这个团队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骗你 大家都是甘心若意的 好像Pauline这样 他刚来的时候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知道他的人工 当然比不上职场 但是他愿意进来 因为他想服侍神 就是看见这里有神 很想服侍神 那这个初心不要改变 否则的话 所有东西会变质 这个变质的时候 其实很难回头 第一 你自己不会喜乐 心中充满苦度 然后你觉得神亏服了 你觉得教会亏服你 其实这是一个柳区的 因为你刚进来的时候 你是心甘情愿 我们没有改变过 但是你的初心改变 这个关系就很麻烦 这些东西就开始变得复杂 但是在六一走到今天 我在六一服侍了二十几年了 但是我告诉你 神是不会亏待的 我们真的够的 我们真的够的 甚至神有恩典 其实你今天你问我 我真的很想告诉你 如果你问我 我是觉得我在服侍神 这么多年里面 我获得的是多个 应该这么说 甚至我觉得 我今天所获得的 比我在职场的时候更多 因为不单只是钱 是神的同在 和人的关系 爱各样的东西 其实是很丰盛的服侍神 我只是想讲这个 虽然我现在 我的连心都比不上 之前的月薪 但是我觉得今天 是比之前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富足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做监督的 保罗提醒提摩泰 不会贪钱财 因为当你一贪财的时候 你的眼目只是看钱的时候 说的东西都变了 但是我们的眼目 应该是要看在神的身上 所以不要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死儿女 凡事端庄顺服 这个做教会领袖的 一定要看重自己的家 你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就看重自己的家 使儿女端庄顺服 可以翻译成为 端端庄庄 使儿女顺服 所以自己端庄 你的儿女才会端庄 你自己端庄 你的儿女才会顺服 所以不是说 我要很饿地抓着 插着她的脖子 说你要端端庄庄的 而是因为你端端庄庄 所以你的儿女才会端庄庄 因为有一个好的榜样给儿女 看重家庭 看重身边的人 这才是重要 还有就是和一般 职场上边请人 刚刚相反 职场上边是不管你家里怎么样 总之你搞定公司 最重要有才能 但是在神的家里面 是反过来的 保罗说 如果一个人管理不了自己的家 怎么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还有就是出出教的 不可以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还有就是你出出教的 你没有看到他的心智 是不是真的这么成熟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 需要一段时间 看见他一直去持守 渴慕圣功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捐献他成为领袖 我们看下一段段落 八到十三节 做指示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贪 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 顾守真理的奥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思念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指示 女指示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有节制 凡是忠心 凡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擅作指示的 自己就得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 大有胆量 指示的也是如此 所以除了监督 有这些要求以外 指示也是 一定要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讲人坏话 不讲是非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有没有发现 这个不贪不义之财 又出现了 要存清洁的良心 顾守真道的奥秘 就是守住福音 不要有假的教导 不要有这些异端习说在里面 要有一颗清洁的心 这些的人 还要经过试验 真的是一路贯切 始终是这样 才可以做指示 女指示也是这样 这个女指示原文就是 女人 所以也可以翻译成为 这些指示的太太们 都要这样 就是你要看这个人 还要看她的配偶 两个人都是这样 才可以 这也是林良堂 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请同工 是希望是两夫妇一起请 所以你不可能只看一方 你要看他两夫妇 是不是都是同心 当然他们的夫妻关系要好了 大家的心智一样 同步 所以母堂都有一句话 荣耀教会从夫妻开始 就是你和太太都搞不定的话 你怎么样去搞得定同工呢 搞得定教会呢 所以作为指示的要求 今天应用在611 或者是应用在新锐里面 我们都没有指示 我们没有指示会 我们有我们的组长 和我们一起来带领 那指示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指示就是我们的144领袖会友 这些就是我们的指示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开144领袖大会呢 会跟他们报告我们的财务状况呢 未来的发展方向呢 过去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们就是我们的指示 这个144的领袖会友 其实这个144的领袖会友 真的是我们当中的小组长 而且是牧养能力最强的 那144位的小组长 为什么是144呢 因为这个架构是母堂一直定下来的 这个架构为什么维持144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无限的增加领袖会友的数目的话 我们将来会去到一个地步 很难开会 其实这个架构是 预防将来我们教会变成十万人一百万人的教会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小组长是可以很多 天上的心海变得沙一样众多 如果你说我们的小组长人数有两万人的话 那怎么开会呢 去哪里找一个场地可以同时 有两万人一起来开会来 所以我们定了144 那个牧养能力最强的144位的小组长 就是我们的领袖会友 哈姐有投票权 就是好像我们的执事一样 所以在我们的里面 保罗都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的小组长都要有以下的生命特质 就是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要讲人是非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纯清洁的良心 顾守神的真道奥秘 为什么要顾守神真道的奥秘呢 因为他们拭目养人的 他们是将神的道来传递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自己守住神的道 要端正不说传言 凡是忠心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管理好自己的儿女 在基督里面 就大有胆量 就是你走的阵子 半夜被敲门也不用害怕 这就是做指示的资格 这也是做指示应该有的样式 放在我们今天新闻里面就是 原来我们做小组长的 我们应该有这些生命的特质 我们看最后一端 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当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前面讲到 这个监督指示的资格 突然之间会跳到讲 奥币呢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回应 羡慕 上公这件事 人为什么会羡慕上公呢 我们为什么要渴慕神 渴慕来服侍神 是因为除非我们能够认识神 我的生命 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 从前我贪爱世界 现在只想服侍神 因为我经历过神的恩典 神怎样将我从死亡里面救出来 我的命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是属于神 而且我的经历 让我很知道 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神是真的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新天新地是真的 将来的永生是真的 天上的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地上的一切 已经没有再有 没有再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可慕就产生了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有多可慕服侍神 取决于我们有多认识神 你越认识神 你越和神亲近 你越可慕亲近的多一些 你越可慕去服侍他 你就会发现 其他的东西都淡然无味 我当时还在职场都是一样 一百晚布道会的时候 还没下班我已经走了 因为我要赶着回教会 我要每一天晚上都看看 神的作为 多么真实的在当中 所以没到五点钟 四点半 我已经收拾 我的袋子就准备走了 我几个派档都跟我说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事做 你发达了 你还没有 都还没有下班 你四点钟就走了 约吃饭你从来都不来 总之 迟到四点半的所有东西 你都全部消失 你是不是已经赚够了 你发达了 你就告诉我 其实我是不是真的发达了 当然不是 其实都应该说 我也是发达了 我今天看回头 其实我真的发达了 因为我遇上了神 以前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最喜欢去谈生意 我都觉得现在都觉得没有味道了 去到教会里面 我看见神的作为更加的满足 所以一下班 其实还没有下班 我都已经溜走了 当张牧师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张牧师当时看见我 就说 就觉得可能我是羡慕上功了 然后他就呼召我去全职服事 因为他知道 职场对我已经淡然无畏了 最可慕的就是回到教会里面 私奉神 看见神的作为 一百万很多神迹启示 所以你 一上班你的心已经飘回去了 真的无心工作那时候 除非你能够这样去经历神 否则 你的服事神的心 是没有办法被点起的 所以保罗忍不住就在这里写 你要知道 教会是怎样 神的家是怎样的 神的家 其实就是真理的注释 就是真理的根基 神的教会 是无人不以为然的 因为我们的主 是这样的 神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主 他是神 是在肉身里面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幸福 被接在荣耀里 就是你要明白 我们的绝书 他是那个创天造地 最伟大的神 然后他来到人间 他钉在十字架上 除去世人所有的罪 天使看见 世人看见 没有人不认识他 他所成就的事情 跨越古今 甚至震动 整个人类的历史 是一个这样的一位神 值不值得我们去摆上一切来跟随他呢 服侍他呢 更重要的 就是如今他被接在荣耀里面 所以他一定会荣耀的再回来 天地都在他的手中 如果你出来找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想找一间世界的跨国企业 如果你找到一间世界500强的企业 你是不是很开心 如果你加入了一间公司 那个公司告诉你 我们是世界最强宇宙 宇宙第一 你是不是走路都有风 同样的 你认识你的神有多少 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主 这一位最大荣耀的神 所以我们服侍他 是应该是 非常的感到荣耀的事 所以如果你认识神有多少 你渴慕服侍神的心就有多强 这个心 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求主帮助我们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这样真实的来认识我们的主 并且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的初心 渴慕 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 好叫我们和耶稣 一起在荣耀里 阿们 神有恩惠和自爱 但念念命违回来 而与我们团在 可在山上坏 成为大荣耀的侦材 并且看起来 伤伤你伺仰样的 当愿我们的太爱 成为他人才爱 成为他的财 舍着你 此生的 此生的 此生的梦里 永远不跟你 要我更新的疫情 基本跟隨你 暫停謝謝給你 我的盼管在你 是恩惠的存在 那點迷回海 他願意與我們站在 站在他的手臺 是恩惠的存在 我永遠的依賴 他願意與我們站在 是恩惠的再來 想求你此生願 此生離你 永遠不騙你 讓我更新的疫情 靜靜的跟隨你 這年前是你 我的盼管在你 想求你此生願 此生的你 永遠不騙你 要我更新的疫情 靜靜的跟隨你 這年前是你 我的盼管在你 是恩惠的存在 那點迷回海 他願意與我們站在 站在他的身外 是恩惠的存在 我永遠不騙你 他願意與我們站在 是恩惠的存在 想求你此生願 此生願 此生的你 永遠不騙你 讓我更新的疫情 靜靜的跟隨你 讓我更新的疫情 靜靜的跟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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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多億 真實身的故事 重处神迁 为众不齐鸣 你的父儿 为众主交换我 使我拉起你 充满我的泪泥 传知己 先生的众不齐鸣 做出神 知悔中的使命 你丰富了 还比重处 掌管我 使我拉起你 充满我的泪泥 抗拒双手 散逼你握住 全心全能 托给你耶稣 你是你 或是勇敢的鼓掌 勇敢的身着漂亮的翅膀 真实情 先生的众不齐鸣 做出神 解 贵中的亲密 你丰富了 还比重处 掌管我 使我拉起你 充满我的泪泥 全心全能 托给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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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 inform 托给你耶稣 全心全心全能优selves 全心全能优 novel 全心全能 托给你 geh点 全心全力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 我给你也十足 一身一意 握住荣耀的舞角 勇敢地 向着表达翅膀 要去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 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握住荣耀的舞角 勇敢地 向着表达翅膀 要去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 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握住荣耀的舞角 勇敢地 向着表达翅膀 提摩太前书3章16节 大灾今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 在这里听陈导 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 得着这一份的信仰 认识耶稣就是至宝 就好像我们发达了一样 我们今天 可能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仍然有这一份 当耶稣就是我们的至宝呢 我们是不是仍然 我们的心都会觉得 这是我们心中最宝贵最宝贵的 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一份 对神的热情 对神的渴慕 很想回应神 很渴慕事工 我们真的知道 有神已经大过一切了 多够 好够我们很多的工资啊 好够我们去大工作了 大公司来工作啊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就先用祷告来回应神 再次来将送赞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认识神 真的不是必然的 但是神拣选我们 神将怜悯 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能够认识神 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敬拜 来读神的话语 这都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就先 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我们就来赞美我们的主 再次伸中他 再次将荣耀归给他 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来赞美 感谢我们的神 再次赞美他是大耳口味的主 他是认识我们的神 他好得无比 他是满有智慧的主 他是那个暗中健常我们的神 爱我们爱到底的主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啊因为你就是好神 祝我们感谢你 祝因为你就是那个奥秘 充满奥秘的神 但是你却是那个愿意亲近我们 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心意的神 主啊愿你 就将一个更加渴慕你的心 火热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愿我们曾经都冷淡的 或者有疲乏的 你都再一次福气我们 再一次来对准你 你是唯一创天造地的神 你值得配得我们服侍的主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先请坐 今天这里 保罗和我们说 要拣选一些可以做监督的 做指示的人 但是讲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条件 有一样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第五节说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十二节 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 原来神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 先神后人在大地 原来在教会的服侍 是属于大地 所以我们先 要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家 才能够起来服侍 好不好这一刻 我们在教会的 我们就两个两个来分享 我们来思想 我们在我们的家 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 可能做太太的 做丈夫的 做爸爸的 做妈妈的 有没有在家里是很混乱的 可能一打开衣柜 哇 全部东西都掉出来 外面看起来 外面看起来很 或者我们的东西很 东西都不知道在哪里 或者我们儿女草草唠唠唠 或者工人也是搞不定的 工人都不听教 究竟 究竟我们的家里面 会不会都一些混乱 都没有管理好呢 今天神要借着这一章来提醒我们 我们要先 好好地管理我们的家 才能够来到教会服侍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就两个两个来分享 有没有哪一些的范畴里面 你是觉得我需要加油的 我需要调整的 或者是我自己的起居生活都很混乱 我都不定时睡觉的 搞到儿女都没有一个好的榜样的 好不好 我们就彼此来分享 彼此来守望 来祝福对方 让我们先做好我们的家 先做好我们的家 我们才来服侍神的家 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一起去吃 我们一起去想 这种 感觉 我只有 我们知道 你 我们在 病毒的你的心 在优秀 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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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伤 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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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 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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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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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祷告来帮助 互相帮助 我们人真的有很多限制 都不能够很完美 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小朋友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琐碎的安排的事物 让我们都比起来祝福 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都是井然有序的 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的位分 像这个地方就是佐远山本身的家里面是家里面的关系 也就像这个地方都比较多了 现在这个地方我们 aussi有序的玩意 可以归相边的外面 也就是这样的邪恨 听到我腹都比较多了 听到我腹虎了 听到我腹都比较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啊,这一份的羡慕 你就告诉我们要有带着一份可慕服侍你的心 神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很多的恩惠 给我们很多恩典 让我们真的很想去回应你 很想来回应神你这一份的爱 在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 有线上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都很想来服侍神 但是你确实有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犹疑 究竟我行不行啊 究竟我可不可以做得到啊 我很想去做这件事 但是你却觉得我还不够好 然后你看完这一篇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还不行啊 但是神说 我看中的是你 回应我的心 我看中的是你愿意起来服侍的心 如果这个事 我讲的是你的话 我都鼓励你 将你这一份的心来告诉神 神很想 你就是带着这一份的渴慕 来回应神对你的爱 让我们都起来 去回应神 去服侍神 可能这一刻你看见台上面 带敬拜 其实我都很想去 一起去敬拜神 但是你可能你又会觉得 我能不能做到呢 我行不行呢 没关系 神说 你先将你的心先上 神就要为你更好的预备 好不好这一刻 如果这个是你的 你都来到神的里面去祷告 又或者你 其实已经在服侍了 但是有一些神 再鼓励你 再做多一些 或者再让你有一个 新的服侍岗位的时候 你都来交在神的手里面 让你的心被神知道 神说 我需要的就是这一个 可慕服侍我的心 我需要的就是 一个单纯的回应 好不好这一刻 你就将你自己 很想来服侍 但你却需要一个的勇气 你需要一份的突破 来祷告 让神来帮助你 天父爸爸 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姐妹 他感受到神里的丰盛 他感受到神里的恩典 在他生命里面 不断地涌流 你知道他真的 他的生命很想来 回应你 很想奉献给你 神啊愿你真的在当中 你来接过他们这一份 可慕服侍你的心 只要让他们在里面 就是单单来可慕 去要服侍你 而不是看他自己 能不能够 看他自己足不足够 而是看到的 就是神 他很想很想的 将他仅有的 他都来奉献给你 神那你就约了他的心 来吃下勇气 让他有走出第一步的 这一份的勇气 你知道他可以来到教会 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服侍你 回应主你的爱 左门感谢赞美你 同样的 这个服侍的心 很重要的就是讲到 我们一般已经服侍的 一般的弟兄姐妹 甚至我们的同工 我们这一份的初心 神今天提醒我们 原来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服侍了多久 你刚刚服侍的 神都是提醒我们 就是要记得 我们这一份的初心 这一份的初心就是 我们怎样来回应神 我们怎样被神去呼召 我们怎样来 踏上这个服侍的路里面 可能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 可能我们 遇到很多不顺利 甚至 偶尔我们在服侍的里面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神说 这一刻 我们需要的 找回的就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找回 神怎样来 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 叫我们可以放下所有 放下我们的疑惑 一切的不幸 我们就勇敢的去回应 神说这一个的初心 我们需要常常的去默想 我们需要常常的去抓住 以致我们不会走偏 不会越走越乏力 不会越走越好像没有方向 并且会很气泪 这一刻 我们都来安静自己 求神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找回这一份 服侍神的心 让我们都可以在当中 再次的去思想 神是怎样 让我们有这一份 这么渴慕 这么想将我们的生命 来回应神的初心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听到神说 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在你服侍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 很多的不明白 你觉得你摆上很多的时间 你放弃了很多 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却觉得 你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你却觉得没有果效 甚至有些在牧羊的里面 可能会被主员骂 主员很多的投诉 埋怨 你会心里面 就会问自己 值得吗 值得吗 我这样的去摆上 花这么多的时间心力 值得吗 但是我看见 另外一个画面 神说 我已经为你们每一个 付上我的生命 为你们的罪 受鞭伤 顶上十字架 流出宝血 神再次来提醒我们 我们这一刻所面对的 终而是艰难的 终而是不容易的 但是神说 我都明白 因为我已经为你们 摆上我的性命 神再次来挑战我们 不要气泪 不要失望 不要放弃 继续来向前走 因为神和我们 每一个人说 神说 他都看见 神说他都看见 这一刻 你愿意为神 放下很多 世上的东西 可能是名利 放下很多 你自己喜好的东西 将时间分别为胜给神 但是神 神跟我们每个人讲 我都看见 我越纳你们的心 我越纳你们的愿意 越纳你们的摆上 神今天说 我为你们每一个 你们每一个的摆上 我都月纳 我必然将奖赏给你们 不是突然的 不是突然的 神说在永恒的里面 你必得着奖赏 在永恒的里面 这一刻 世人不明白 你的家人不明白 同事不明白 但是神说 在永恒的里面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就听见神说 再一次的 从神领受 从他而来的力量 从神领受 他给你的那一份 恩赐能力 才干 神说 你要为我奔跑 更遥远的道路 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就张开我们的双手 呼求我们的主 神啊你给我们更大的能力 神啊给我们突破的恩高 神啊愿你将这一份 更深的力量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我们要提升 我们要再一次 拿着这一份的初心 来服侍你 主要你使用我 也怎样能够 更大的来使用我 能够荣耀你的名 怎样能够使用我 能够彰显你更大的同在 主要你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发力量 主要我们灰心的 主要你再次来提醒我们 你再次扶起我们 奔跑前面的道路 主要我们真的知道 你的心意是大的 主要我就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要来完成你的心意 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主要你要进到你的命定里面 开身来为自己祷告 开身来为自己祷告 让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 再次将我们软弱的手 都要再次抬起来 再次对准神 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就是我们的盼望 帮助我们 再一次的成主 得着信 那一份热心来服事主 可慕圣功 将我们里面一切的 负面的完全的逻去 将我们里面一切私意的 奉耶稣的名完全的落去 主要我们再次来投靠你 再次来对准你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就是爱我们 拣选我们的神 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 愿新锐成为你所拣选的 愿新锐成为你所拣选的 愿新锐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起来 可慕圣功 可慕 都能够为主的名 来做更大的事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提摩台前书三章一节 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 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可信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福祉 都有一个可慕的心 羡慕的心 我们要持守住这一份心 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因为我们所信的主 是那个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万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的主 我们侍奉他 来是理所当然的 是在世上最美好的事情 圣灵你帮助我们 将这个观念 将这个信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持守到底 主要让我们的渴慕 让我们侍奉的心 没有任何的掺杂 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将这个心智 来淡化 夺去 甚至柳区 主要让我们 轻轻节节的 来服侍你 与你连接 成为你良善 忠心的仆人 直到见里面的日子 祝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